你们还剩下多少钱 我感觉他明天有阴谋 没有我了解一下 不会让我们自己买机票吧 那我真的划船回中国了 买机票 你真开玩笑 一个人都不够了 我从街里划船划到广州 再从广州搭上客运 回北京 你问得人心惊胆战的 你别问了 对啊 好害怕啊 然后来啊 来啊 最终冲刺题即将闪亮登场 只要一千五百欧报名费 即可拥有无限挑战的机会 每个正确答案 获得一千元的奖学金 多达多拿 尚不封顶 发不得 谢谢 早上咱俩平分了 早上咱俩都花点 他这一千是人民币 他要的是一千欧五 要不一起给他打个折 一千二 啊 太贵了 一共有几道题 不设上限 交 把钱给他交了 交了他 赶紧交了他 那我怎么在这打一晚上 冲 冲 还有入场飞 跟驾校一样 哈哈 好 开始 逛大桥 大桥数据有什么 请每个人依次说出一个大桥相关的数据 并正确说明数据的具体信息 大桥有六个塔 长两千四百四十米 宽二十二点五 塔高四十米 总刚才吃完 给达对一个奖励一千元奖学金 不能奖重复的正确数据 既然全部答过后 倒序继续答 尚步封顶 累积答错三次 则本轮挑战中时 十八家设计公司 现在答对了二十一道题 两万一千块钱 可以 赚回本了 还有最后一次错的机会 接下来可以抢答 二二零 一八年 全球公开招标 数据在哪 啥数据 这是年份 数据 那不也是数吗 那你换一下 你改成四年前 公开 四年前 全球公开招标 那个打装船打装 误差只有十公分 对 旁边有一家生蚝养殖场 妙啊 有什么问题 妙啊 在施工期间 为了装那个扶手 他们拯救了一家 一家 柯尔丘拉岛的装修公司 冬季湿冷多雨 然后那个风速在十六级 来修建这所大桥 我们修建了这一个 这一个中国石堂 成功地连接了两岸居民的友好关系 不愧是我姐 修建一家食堂 连接两岸关系 这个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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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建立了个传桥请愿 旁边有一个小猪 连接了一个岛 还有一段爱情故事 有一个男人叫小帅 有一个女人叫小美 对 快给超哥嚎吐了 现在还有二十秒 最后二十秒 还有没有 啊 什么 还有没有 十 十 有六个舞者 有六把雨伞 我们看桥的时候用了一个望远镜 晚上有一个月亮 白天有一个太阳 有七个演员前两天去参观 赢麻了 就当你看 心在低行 从节里划船 划到广州 挣了不少钱 咱这一千两百欧 值了 值了 挣了一倍吧 得 老挣了 老挣了这一把 这才够花了 我觉得 这点数据真线没白备 这两天这书没白看 刚刚大家答对了 四十二道题 四万两千元 沙特战小考大家获得奖学金 六万零五百元 克罗地亚战小考获得奖学金九万七千五百元 恭喜花哨团累计得到奖学金十五万八千元 差不多了 所有奖金将在你们落地冰岛时发放 十五万 算多吗 在冰岛 我觉得跟克罗地亚的成本差不多 因为那边有点贵 多不少呢 多五千呢 你多五千 那边消费比这边贵多呢 但足够了 我觉得可以 恭喜大家完成本季一带一路游学之旅 同时 多一个 屁股 多一个 Screen 甚 franchise